民航资源网2018年7月16日消息,在刚刚开幕的贩宝罗航展上,空中客车公司确认得于2018年上半年,与总部位于中国西南城市成都的四川航空签订的是架A350XWB宽体飞机的订购协议,改订单目录价值达31.74亿美元。 四川航空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全空客机队航空公司,机队规模超过130架,除了其国内航线网络外,四川航空目前还开通了超过40条国际地区航线,包括从成都至莫斯科、悉尼、迪拜和温哥华等航线。 此前,四川航空签订了四架A350-900飞机租赁引进协议,其中首架预计于本年内交付使用。 新引进的A350XWB宽体飞机将直飞从成都到北美,欧洲的远程不经停航线,是川航全空客机队的有力补充。 空客A350XWB宽体飞机是全新的宽体远程飞机家族,代表着航空旅行的未来。 空客A350XWB拥有最现代化的气动设计,机身和机翼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,动力源于罗尔斯、罗尼斯公司生产的新兴高效传达XWB发动机。 这些先进技术使A350XWB具有无与伦比的运营效率。 既然由消耗降低25%,台幅降低25%,每户成本也大幅下降。 作为最先使用空客飞行空间客舱品牌的机型,A350XWB为乘客和机组在舒适性、飞行体验和科技应用方面,提供了最佳选择。 截至2018年6月底,空中客车共获得来自全球46家客户,总计882架A350XWB确认订单,使企业已成为最成功的宽体飞机之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再次第1节目